非常的嚴重 只能躺在床上 不只是喘不過氣 甚至是胸口會痛的程度 確診隨時其實都會再確診 大家好 歡迎來到魔鬼阿諾的頻道 關了12天啊 終於出關啊 確診後啊 到底對我們的人類 帶來什麼樣後續的一個影響 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 長期在訓練有在比賽的人 在中斷了一段時間 確診後到底會帶來多大的改變 那今天主要就要來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確診過程的一些經歷 以及確診後的一些修復 該注意一些什麼 看到很多人啊 都說自己確診後 沒什麼症狀 輕症輕症 非常安然的度過 但是我可沒有這樣子的經歷 那也不確定 我這次感染的是 哪一個階段的病毒 總之呢 對我來說是苦不堪言 在我確診第一天的時候 先感覺到喉嚨有點怪怪的 不舒服 感覺快要感冒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驗 驗出來就是有一點點淡淡的第二條 我就趕快跟我的老婆 跟我的家人說 欸我好像確診了 要趕快做隔離的動作 還好他們後續驗出來都沒有 就有傳染 那第一天第二天基本上都還好 就是感冒症狀 喉嚨痛 不舒服 卡卡的 然後會咳嗽 你想說 好 那就雖然自己一個人 待在一間房子裡面 覺得很孤單 但是至少 這幾天就這樣子 穩穩的把它壓下來 然後打打電動 當作休息 就這樣過了 也OK 沒想到 到了第三天過後 才是痛苦的開始 線上看診 清冠那些我都有吃 那到了第三天 開始瘋狂的拉肚子 然後發高燒 燒到39.4度 肌肉痠痛 整個人頭暈想吐 站不起來 非常的嚴重 只能躺在床上 然後不斷的打冷戰 因為整個人非常的冷 在發高燒 尤其是第三天跟第四天 是最痛苦的 那到了第五天 還會拉肚子 但是基本上 就是狀況慢慢開始好轉 但是這個拉肚子的過程 我幾乎是斷食的狀態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如果有很嚴重拉肚子的狀態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藥局買電解水 那當然不是輸跑那些 輸跑那些 可能還不算真正的電解水 那就是去藥局買電解水 那盡量是兩餐 甚至一天 就是保持一個空腹的狀態 喝電解水就好 那可能就會慢慢的緩和下來 當然我的狀況可能比較嚴重 那推測可能是 跟吃清冠一號有關係 但是不能確定 那可能也會去想 欸前面不是好好的嗎 怎麼到第三天突然變這麼嚴重 那在這裡有一個關鍵 可能我也是建議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我在隔離的這段過程 我有吃到油炸的東西 那其實 你不能想說 啊我在家就是耍廢啊 追劇啊幹嘛的 我什麼都能吃 但是在感冒生病的時候 盡量是以蛋白質的食物為主 那油炸的東西盡量不要碰 我可能就是因為吃到一些油炸的東西 那油炸的東西會造成我們的發炎反應 整個更強化 或許因為這樣子 可能我後續的幾天 反而病情變得更嚴重 到了第七天第八天 我的症狀開始慢慢壓下來了 不過 還是都一直維持兩條線 所以我就一直把自己關著 一直到十二天 就是確定塞出來是一條線之後 我才真的是 出來外面這樣子 出關後 一開始當然是 先出去走走 然後再開始 恢復正常的訓練 那在恢復訓練的過程中 的確我在關的十二天裡面 肌力多少一定會有退步 但是我最先感受到的是 我的心肺 不只是喘不過氣 甚至是胸口會痛的程度 呼吸非常的困難 那我想這也是 確診之後所造成 最大的一個後遺症 那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會感覺到這個後遺症 但是不會這麼強烈 就是知道有這樣的後遺症 但是對於一些運動員來說 這個感受是非常強烈 雖然肌肉已經稍微有點退步了 但是力量不至於到退太多 反而是我喘不過氣 沒辦法讓我的訓練完成 那我已經把我的訓練強度 降了兩三成了 仍然要很勉強才能夠完成 當然在初期恢復期 會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開車容易類的狀態 有一些人的後遺症 可能會比我更嚴重 比如說短暫的失去味覺及嗅覺 還好這些症狀 在我恢復正常的生活 以及正常的訓練之後 就慢慢的得到了改善 提個外話額外補充 剛好看到文章有人分享 確診後有性功能上的問題 基本上這個是心理層面的影響比較大 要知道在心情上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放鬆的話 生理是很難產生反應的 因此保持放鬆愉快的心情 並且在確診後 在下半身的肌力部分 去做一個更好的訓練及強化 就能得到改善 當然身邊有很多人建議我 就是如果有這些輕微的胸痛的症狀之類的 其實可以去拿中藥來去慢慢做調理 那我覺得這也會是一個好的方法 算是確診後的保養 在後續恢復期的一個階段 會建議大家可以就是慢慢嘗試去做一些心肺功能的訓練 低強度的訓練 因為我們的心肺或是氣管有傷到或受損的話 即便它好了 但是因為你的功能是下降的 你沒有去針對它去做訓練的話 它一樣是會退步的 但是如果你有去做一些心肺功能的訓練的話 至少可以讓它得到一個很好的恢復 甚至去強化它比以前還要更好 所以在確診過後 如果你有一些胸痛胸悶跟我一樣的症狀的話 或者是呼吸不順啊喉嚨卡卡的 像我現在可能還是會覺得喉嚨有痰 會需要去清我的喉嚨的那種感覺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話 確診期間可以先吃西藥壓下來 以及清冠一號 後續的話就是靠一些中藥來做調理 增加一些運動 來幫助我們的心肺功能去提升它的整個強度這樣子 在台灣幾乎有四分之一的人都確診過了 這已經是一個西尾腸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多小心 那也不要去相信什麼無敵心心這種東西 你要確診隨時其實都會再確診 它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不要說永久性 但是短期性一定是感受會非常深的 所以還是希望各位可以健康平安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確診經歷的分享 謝謝大家